您会觉得低收入户会分布在台湾哪些地区是最多的呢 可能很多人想可能是比较乡下的地方 比较没有开发 可能他会觉得可能经济资源没那么好的地方吧 答案是全台湾最多低收入户的居然在 大家好我是秦安老总林福毅 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你对这岛屿上的大大小小事都了解吗 你一定会觉得我当然清楚啊 因为我出生在这里 我每天生活从地址啊 我的朋友我的家乡特色 你应该觉得非常熟悉吧 不过我今天介绍你这本书 读完之后你会发现 天哪如果从很多资料来看 你对台湾这块土地 这个岛屿上的大大小小事 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 我今天介绍这本书 书名叫做从资讯地图看台湾 这本书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推荐呢 因为它是一个在聊天说嘴 很好看的一本书 因为里面搜集了大量的图表资讯 而且作者非常用心 他觉得台湾是一个地理书的话 那可能就会讲到山穿地貌 可是如果把原文资料 用地图的形式把它表述出来的话 你在看这图 看这书的时候就会发现 台湾的资讯非常有趣 首先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台湾有多少个乡镇市区 但是乡镇以前会听到微笑台湾319会觉得有319的乡镇 这是对的但是呢有一个变化了 当我们今天知道现在台湾有六都 所以变成直辖市之后呢 这原来的乡镇全部升格改名叫做区 所以现在台湾呢总共有368个乡镇区 那为什么要先提这个呢 你知道在乡镇区在命名的时候就有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这乡镇区命名书上就告诉我们 我们在命名的时候最喜欢用哪个字当单字 第一名呢答案是山 台湾以山为名的乡镇区的名字就有23个区域 那为什么叫山呢 你想很多山啊 你会知道凤山 骑山 金山很多的山都以山为名 但是真的以山为名的这个地区 这个区域乡镇就真的有山吗 答案不是这样子的 例如说嘉义的梅山乡好了 梅山乡你就想梅山乡听到就有一个梅山吧 但是不对 原来这个名字啊是嘉义的隔壁叫大陵镇 那梅山的人呢其实在原来的名字叫小梅 很有趣很失忆的名字叫小梅 所以小梅的居民就觉得 哇我们旁边叫大陵镇 那我们小梅看起来好像很小很虚弱 所以他们就改名叫做梅山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小梅变梅山 其实跟山一点关系都没有 还有更有趣的是 在这些以山为名的地区呢 中文念的都是山 可是如果用闽南语来念的话 山念起来就不一样 山你会知道怎么念闽南语吗 你会想到山 山没有错 山就是白读音的意思 也就是说用白读音来念闽南语的山 就是山 但是如果讲到金山 你就不能讲金山 你要讲金山 齐山不能讲基山 要讲基山 在台湾有两个听起来是一样叫东山 一个是宜兰的东山 这个东是冬天的东 另外是台南的东山 是东西南北的东 但是听起来都叫东山 可是闽南语是不一样的 宜兰的东山乡要念当山 台南要念当山 哇这里面真的把我考倒了 在这里头还蛮有趣的 它告诉你 其实你在看台湾地名的时候 或许从闽南语的读音去理解它 你就会发现这些地名 演进的历史非常有趣 那提到了所谓的乡镇区之外呢 当然提到李啊 李是最小的资质单位嘛 那台湾有多少个李 有7734个李 这李的取名也非常有趣 你知道最多的李 那个名字叫什么吗 答案第一名 就是中心李 中心呢就是 邵康中心的心 那第二个呢 其实跟他很接近 那就是中正 中正呢 大家就会想到就是蒋介石 另外中山也是非常重要的李名 你就会发现 以前在取这些李名的时候 当然就是有些政治威严流下来 所以中正李 中山李非常的多 相对的也连带的影响到 学校的命名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中正国小 或是中山国小毕业的 其实在台湾 这些教育学府呢 有很多呢 也是都以中正跟中山为名 这就可以看到台湾的取名 跟它的历史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问大家一个大四喜 就是有国小 国中高中大学 都有的同样名字 你会猜到是哪一个呢 大家去搜寻一下 这也是在这本书会告诉你 这本书最大的特色 它用很多的图表资讯 让我们一目了然的 可以理解到台湾这些人文 地貌历史 那里面有很多重要实用的这些资讯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台湾到底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读者你会觉得是男生多 女生多呢 很多人说应该是男生吧 但是如果从统计来看 是女生比较多的 但是如果新生儿的出生人口的话 又是男生比较多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其实跟女性的平均年龄 是有关系的 其实男生呢 因为其实平均年龄比较低一点 然后呢又可能有一些意外 所以在很多年段上 你就会发现 是女生会比男生来得多 那多也多不了几万 大概二十几万了 所以在这里头你会发现 原来我们对台湾的这个性别的分布 也是非常有趣的 里面还有一些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是 如果提到低收入户 您会觉得低收入户 会分布在台湾哪些地区是最多的呢 可能很多人想可能是比较乡下的地方 比较没有开发 可能大家会觉得 可能经济资源没那么好的地方吧 答案是全台湾最多低收入户的 居然在双北 你会觉得双北的低收入户最多 那这时候呢书上就会告诉你 什么叫低收入户 它有一个定义的 其实定义指的是 在这个家户里面的 每人的平均收入呢 低于当地的生活水平 所需要的花费 例如说台北市大概就一万八千多块 但是你把它移到台南去 可能就是一万四千多块 所以这第一个代表说 因为低收入户的这个设定标准 是以当地的生活花费平均所得来计算 所以同样你收入是一万五千块 在台南就不是低收入户 但是到台北双北地区 你就是低收入户 差别在这里 所以会造成在这统计数字上会告诉你 全台湾低收入户占比最高的就是双北了 那台湾最少的是哪里呢 大家要不要想一想 其实答案是新竹 那新竹呢 这叫竹科 他们有很多的科技新贵嘛 所以呢很多人都是外移人口 到了新竹去制产 因为他在这边工作 所以相对他们收入是比较高的 这也是反映出了 其实在台湾在城乡开发的过程里面 会有这些微妙的现象 当然在这本书里面 有非常多的台湾的资讯 我觉得我们在认识台湾这块土地 你要从历史来读它 从地来读它 都有很多书籍可以看 但是用资讯图表把它整理出来呢 倒是非常简明 而且我觉得读这本书最大的一个 有趣的点就是 你在看完这些简单的资讯之后 如果你好奇的话你还可以上网去搜集 你对你的家乡真的了解吗 你对于你每天生活的所在地 是不是都非常清楚它的历史原由 或者是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包括每天很多人都搭捷运上班 最后我要买下一个小小梗 台北市有这么多捷运 你告诉我 捷运最长的路线会是哪一条呢 如果以台湾来看 台湾也有很多条捷运 包括桃园台中都有捷运高雄也有 那捷运最长的会是哪一条呢 你心中是不是有答案呢 我一开始也联想到捷运最长就是哪一条 但是我读过这本书之后才发现 我搞错了 其实这本书里面也有这样的答案 所以读到这里大家就会发现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有很多的资讯是被我们遗忘的 但是我们感谢作者 他将这些资讯把它凑合在一起 变成非常简单的图表 让你在读它的时候就会发现 原来从资讯地图看台湾 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那老总每个星期说书给你听